这个活动 我们知道教科文组织 到今年是六十年 六十年中从来没有办过宗教的活动 当然更没有办过佛教的活动 这是头一次 办得非常成功 大家都很欢喜 那么开幕这一天 秘书长亲自来致辞 三天在这个国际上留下很好的印象 大家都非常的赞叹 所以这个活动办得很成功 那么这是国际上的庄严道场 这真正的庄严道场 庄严是美好的意思 是圆满的意思 那么真正庄严道场 是什么呢 戒顶会议三舍 居足三舍 居足六虎 那就是真正的庄严 如果没有三舍没有六虎 那就是过去有些人所说的 有庙无道 不能新教 庄是道场 有道场 没有道 注意要知道 佛道就是三舍六度六虎 我们进宗学会刚刚成立 提出修行五个空 六虎 敬严三舍 六合径 三舍六度 谱贤十愿 这五个空 哇